我做这个直播 然后我就把它share出去 然后把它share 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 这个copy link 这个copy不到的齁 copy不到的share 总的share 你帮我copy一下 看我的直播 里面进了我 HELLO 大家好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现在讲话不能太大声 因为我人在 这个 Institute Cancel Negara 欢迎大家进来 你们等一下 我等一下 你们hold住那个live 我们现在share那个link 你收到吗 有啊我都看到很多人进来了 HELLO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copy这个link copy这个link 再share去你们的group chat 可以吗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今天会很开心啊 嗯 嗯 可以有办法可以 可以 interview到这一个 小男孩啊 今年22岁 罢了 好你们hold住一下 等我share出去那个link啊 等一下你们hold住那个live 我现在要share这个 ok 啊 哇 开始60多个人了 你会紧张吗 一些点紧张 好 好 我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link 可以 大家可以帮我share出去 try to share more as more as possible because 啊 today 今天这个韦杰 我叫他分享啦 他其实是 想要帮更多的人啦 因为 我们有没有想到 他真的是有 recover from 这个 这个products 这样 so 我也太大声 so 把这个mine pass给韦杰 ok so 看到吗 他的气色真的是好很多啊 来 你拿住一下 你自我介绍好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韦杰 我来自马列加 我今年22岁 ok so 刚才我听到 刚才我听到韦杰说 你是怎样突然间会生病的 那时候 我的话 我是因为那时我在车行做学徒 嗯 就是学徒做一点基本东西啊 嗯 打啥样子啊 打啥样子啊 嗯 然后那时我 发现我手指 连一个小小螺丝都会抓不稳 螺丝都拿不到啦 嗯对 ok 然后后来呢 后来 久了我连大压东西都开始抓不到 嗯 也没有去以为啦 以为是手没有力 做手没有力 嗯 后来 慢慢到前面到脚 嗯 脚的话 以及我是老板 把我介绍另外去一份工作 嗯 就做是那种 sassman 这样子啊 里面的啦 那时走路 也就发现脚走路会拖地 嗯 就拖拖 我也没有去 因为我去想他那多 嗯 就以为只是啊 脚没有力懶惰啊 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那样子啊 嗯 走得拖地样子 嗯 后来 脚开始没有力 嗯 也没有去管他 嗯 到时那 直到今年 年头 嗯 过年了 我去看那样子 每个人都叫我去检查 去看医生 看医生 我们又反当一点啦 嗯 再过年看医生 去看医生就好 因为那时候身体 很有问题了 对吗 身体已经一半 我怎么也是 我本来一直是怀疑 这是中锋 嗯 因为我是半别状态 一半不能 一半我的嘴巴 手 脚 都全部 变到人失去 那样子 嗯 脚还好 手比较严重 嗯 后来就是慢慢 嗯 中锋什么 什么药都撤了 嗯 什么推拿我也try了 嗯 真的没办法 直到今年年头 嗯 在过年期间嘛 我就去 那时 对我的情绪讲 有MJC 因为我做工 做到办公 我是医院的官了 嗯 就去MJC咯 MJC就 那时又叫我去小医院 我小医院又check了 嗯 又跑跑去 跑跑跑跑 跑到小医院 小医院就写信 去大医院 嗯 大医院那时一进去 我就去做这个CT scan 嗯 City scan一 scan完 我直接进洪房 洪房 洪房警机室 Emergency 对 那个洪房一进去 就有一个医生过来 我讲 你头生了 那些东西 嗯 可是那时是买了奖 我还没去听那多 来多一个华人 华人这个解释 你头两粒脑流 两粒流 我就讲哦 原来是流 嗯 后来那时就 直接住院 嗯 做一个一个礼拜 我就做完全部 scan scan scan完 可是 马来起来没有这个科技 嗯 我也在等了一段期间 马来起来就写信给我 就来到HPL 嗯 HPL这边就 又在做一点基本的扫描 嗯 扫描完后 我就在又在 啊 那时又安排开刀 嗯 来到 啊 这间的癌症中心 嗯 那这个癌症中心 也是等了很久 嗯 来到这边 本来从 我的size 有两个一个小个是ECM ECM ECM 一个是3CM 应该是3CM 后来到等的期间 等到 来到 这边 嗯 那时又坐在这边 在scan 还到 scan完 嗯 回来等拿报告的时候 医生讲 长大了 小力之间变成80CM 80CM就这样大了 小力之间变成30CM 对 大力在右边 所以 所以它就压 所以它压到我身心线 OK 它压到我身心线 所以我导致的左边 整个是 没有力 不能动 好像中风的感觉 嗯 其实不是中风 而是那个脑流要到身心线 脑流要到身心线 然后中间呢 就变成30CM 嗯 短短一个几个月 我只能听到的时候下导 还好 真的是 很庆幸 进到这边 嗯 就开始做疗程哦 嗯 直到是今年 我差不多是八月 八月开始 嗯 才开始我疗程 做了电疗 我电疗需要做30次 嗯 那我们说的 一般上是说 呃 如果一般上做疗程啊 嗯 的人哦 那个身体是特别的弱 对 然后就会很辛苦 对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 很多个都是这样 甚至你这边医院 也是很多个 呃 新朋友啊 他们都有这种问题 对 所以 呃 你跟我说 就是说 我记得他们有 你的上线门啊 Aeristra啊 他们有跟我讲说 你的手 这个手是 不能抓的 原来它就是很紧的 它就像这样子 嗯 OK 我看一下啊 嗯 手是不能开的 它手就是这样子 嗯 我的手 就这样子 与了很久很久 嗯 就是 那时候我就 那时候我就看到 它的表写 我做 就试试看 买个 买挖子 买了挖子 挖子先 是挖子先 是挖子先 我只先接受挖子 嗯 挖子一套完 嗯 我只是套一个一天半罢了 它手就这样 变成这样子 一点点 嗯 后来套多一个几天 松 手就松了 它松了 它变得不会很紧 因为本来我开它是很紧 嗯 它一开它就回缩 开就回缩 嗯 慢慢就这样子 因为 就 我就开始套 套这个 襪子过后我就开始穿裤子 嗯 穿裤子 你有穿裤子啦 套裤子 后来也有开始穿 穿的期间的时候 因为那时 又在KIA做扫描嘛 那时已经开始我穿着 嗯 KIA住院舞堂也 一个礼拜 嗯 穿 我每天是20小时 穿着襪子 和裤子 然后穿的期间 我那里 我没有想到我穿穿 我的脚越穿 越穿 越越轻 越起 我那时下来走路 我走路很轻 变得很松 不像之前脱地那么辛苦 嗯 后来呢 你就是说这个裤子 本来你那时候 因为这个脑瘤 压到那个神经线 导致你的走路的 不是很方便 走路都是脱地 那种拉着走 后来进了医院过后 你穿的这个裤子 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鞋 它不要松了 不要松了 可以走路了 现在我听你讲 还有一点点罢了是吗 对我现在脚应该是 100% 90% 已经会回复完了 很开心 因为我是每天 没有断裤子 裤子跟袜子 每天不穿得完 是啊 我没有停过 然后你每一天 你做疗程的时候 你每一天是有吃血肉多是吗 对 那天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就有点吃 所以我也没有太感觉 可是我后来 刚好我来 因为我洗我的裤子 有对面的一个叔叔 他年纪差不多70多岁人 他也是 他就看到我 他就问我 你也是吃米的啊 我想是啊 才开始吃 吃多年好 我一天八宝 那叔叔吃每天八宝 一天八宝对 对面的癌症病患的叔叔 每天吃八宝 所以那叔叔要怎样啊 可是那叔叔 他是做化疗 他比我更辛苦 化疗更严重 就是打毒进去 我是电疗 那叔叔现在怎样 70多岁 那叔叔我第一天看了 吃胃口很好 什么都很好 人又很精神 明明就打着化疗 化疗 他们打进去 身体会很热 很弱 很辛苦 对 然后刚好又 我隔壁来一个买冷 买冷 那买冷只是 一天做电疗罢了 他只是做电疗 一做完 他整整很热 一直冲凉 冲冷水 他讲很辛苦 很热很热 我看到一个很年轻 他差不多 应该是50多岁人 跟一个叔叔 那叔叔比我差很多 差很多 我讲那叔叔真的很棒 他就跟我讲 他问我 你一定要吃多少吃包 我讲我只吃六包 六包 他讲你八包吃八包下去 他叫你吃八包 我讲 看能力 因为六包也是很重分 因为健康比较重要 所以如果叔叔讲八包 你就吃八包咯 我就继续坚持我六包咯 你每天有吃六包 我每天 我想问一下 你吃许多多 吃六包每天 你还有做这个电疗 是吗 对 所以你什么感觉 前面是没有 到中间中间 会有感觉到 你比比比比比比 普通人 更不容易生 不会这样辛苦 因为他们做这个电疗的人 身体会很辛苦 嗯 期间很热 胃口胸部会很差 嗯 会吐这些 我是很清晰 只是 反胃 嗯 一点点热 热 我是前面都还没有来吃到 就是中间中间 一边中间中气 我头发一开始 会开始自己掉 嗯 那边他一开始 会有一点效果 因为许多多 我是一天进了就吃了 所以我就感觉不到太大 差别 嗯 就是说哦 韦杰呢 大家在做电疗的时候之前 他就很相信 比比比的产品了 所以呢 大家在做这个电疗之前 他就马上就吃许多多了 所以呢 现在哦 他还有能力 他现在还在做这个电疗的 对吗 但是哦 他有能力 还是跟我交谈 跟我讲话 然后呢 甚至还可以跟我 呃 分享他的故事 我觉得还可以 你看在直播面前 没有紧张 而且讲得很好 哦 so 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 呃 这个产品 帮到你什么 这样子 这个雪豆 它是 它真的可以 给我增强 我抵抗力 嗯 因为我 做到中间 我都还没有到这个辛苦 嗯 直到后面后面会比较偏辛苦一点 因为后面我的十次 是针对我的脑 嗯 我疗传三十次 三十次 你做第几次了 现在已经做了二十三次了 嗯 ok 然后我的疗传二十次 它是有射骨头 射骨头 射骨头 挤出一个脑 嗯 那二十次还好 嗯 这后面十次比较偏辛苦 因为它射 它是最准处你的脑 所以你的脑一直会在烧 所以现在是射着你的脑 对 我在十次了 整都是在射脑 所以现在韦杰 是做这最后的十次 是最伤身体的 因为它在射脑 但是它的身体还是 还可以 只是就是 有点热 做完就很热 头很像在烧 嗯 然后我就每次 只要吃一次石油豆过后 那个热就会开始跑 哦 所以每次吃了石油豆过后 就比较舒服 跑完 那个热气 哦 我就比较冷 就比较OK 比较舒服 对 因为它烧 就很像火在烧里头 身体又很冷 因为我们这里的冷气又很冷 身体冷 头烧的感觉 那个很辛苦 很辛苦 嗯 而且昨天 因为昨天开始是礼拜嘛 嗯 我们在聊城市做 八一到八五 嗯 八五一做完 八六礼拜休息 一休息就更辛苦 嗯 一休息它 它的热更够力 八六礼拜 就很够力 嗯 因为八六还好 嗯 因为才隔一点 昨天礼拜真的很辛苦 嗯 日热到我整个头 一直 一直耳鸣感觉 嗯 然后因为还不习惯 你才开始 就要吃 嗯 就 韦姐我问你啊 你你你你吃了西路多多少喝 很多 很多 有多少喝 我都没有算 因为我这边 如果有六包来讲 一喝就是五天 是多久了 多少天了 多久了 从我开始做了生到现在 几个月 两个月有吗 一个月 一个月多 一个月多每一天六包 大概是八九和 三次 三次来称五和吧 五天就一喝了 对 五天一喝 六和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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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和一个月就是说你 大概也是七八和这样啦 超过应该 超过超过 应该也十多喝 那是可以得到健康 这是无价之保 对吗 而且我现在有 也配合那个BFu 有喝BFu啊 每天早上 怕中风是吗 不是怕中风 因为 喝了 我觉得人更精神 哦 人更精神 因为我 哦 你的是血管吗 压住血管 也是有压到血管的关系 而且 早上我每次五点 差不多五点到四点多多 我就喝一 一包下去 它也帮助它排便很 很顺畅 因为我们热嘛 嗯 你不排毒 再让你身体度越来越够力 嗯 就会更辛苦哦 嗯 所以我BFu 再配合BFu 有时BFu测完 我就休息大概是一个小时多 我就测一点 像是 有测一点东西 有着饿了之压 没有 我就 再配一个血肉豆下去 嗯 所以血肉豆跟他再配合下去 嗯 身体就比较舒服 嗯 嗯 因为每次了我人就比较 听讲你头发也伸回来是吗 是血肉豆 不要长 因为本来 跌完了 你跌到是剩那种 一点点啊 小小小杂杂杂 现在去 它慢慢伸回来一点 待会我会把这些照片见证呢 发上来给大家看 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们 所以现在我不方便给你们看 因为我们在做直播嘛 我看到下面咯 很多人讲 加油咧 他们说 叫你 祝你早日康复 每一个 每一句话 谢谢你们 都很感动 谢谢大家 他讲 有人讲 Keep up Keep up your positive energy 韦杰 然后 很多人讲 祝你早日康复 叫你加油加油 然后 韦杰你好棒 韦杰你加油 每一个人都在 而且最重要 你不可以 negative 不可以 negative 你到 positive 不可以停 因为你在 negative 你的病 就更惨 所以你看多一点我的直播 讲话就好了 嗨 因为我讲话很正能量是吧 有了 那天我也跟你直播一次 现在韦杰 他说他每一天都有在看我们的 close group 听我们BE的 weekly meeting 他讲有一天等他康复了 你要做BE是吗 对 最后一句话你想要送给所有正在做着 或者是癌症的朋友 你送给他们一句话吗 就是 可以呼吁大家 什么 如果你们能力 ok 可以查查看真的 因为他真的会帮助你很多 尤其是学到 在这期间 靠他才可以抵抗 给你身体更强壮一点 而且我在那边因为做久嘛 眼睛 也是会偏 很累 嗯 所以每次吃的死肉豆过后 我眼睛也会比较舒服 眼睛也舒服啊 嗯 因为还有蓝眉身份 嗯 ok 好 那么我们的直播呢 就 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那么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直播 然后呢 可以多多去分享和你朋友 呃 去让大家可以 穿到我们的 阿罗拉 襪子 还有使用的 血肉豆 ok 那么 韦杰也是要休息了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 拜拜好不好 ok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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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